Namotas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 sambuddhasa 礼尽他四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尊者 今天让我们谈佛陀的接听会 佛教接听会的底层逻辑 那我们讲过他的修法吧 接学定学会学 后来我们也谈了这个四念处 今天让我们谈谈四正情 四正情是为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令断灭 为生善令生起 以生善令增长和圆满 所以是这样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你看四正情它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 去把我们的烦恼排除 让我们的善增长 你如果已经生起不善 你专注你的益处 比如说呼吸 一专注呼吸的时候 那个不善就缺断了 为什么缺断? 因为我们的心 不能同时在善跟不善令 这个就是科学法则 这个是吉他尼亚 心的定法 因为心的定法决定了 你只要专注在一个目标上 那不善 它不能够同时又生起不善心 又专注在一个目标上 一个清净的目标上 你不可能 所以当你专注在夜处的时候 一生恶它就断掉了 如果还没有生起恶 因为你专注 它没有机会生起 这个也是心的定法 其他尼亚妈决定的 好 尼亚妈是定法 其他是心 好 那么呢 如果你这个时候在专注 如果之前你还没学过什么善法 它是因为你的专注 正念生起 定力生起 这个就是还没有生起的善 因为专注 它引发出很多的善 定力 正念 气觉识等等 都引发出来 好 引发出来过后 如果你已经在另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了 比如说已经到二禅 三禅 然后你继续的专注 它还会提升你的善法 比如说之前没有修到四禅 你现在可以达到四禅了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 我们佛教讲的四正情 就是说不论你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 不论你在任何一种心境里 这个四正情都能够让你从那个你当时的位置上 更高 迈向更高的光明 如果在黑暗里就会走向光明 在光明里就会走向更高的光明 这个就是四正情的功效 它的底层逻辑还是一个因果法则 但这个因果法则是它有它的定律 在这方面呢 它是跟我们的心的定律 其他尼亚玛有相关的 因为心的定律就是很特别 人的心不可能一个刹那在两个地方跑 两头跑 其实我们觉得一个人 哇这个好像好厉害 一心两用 其实不是两用 是他的心跑得很快 那就可以像我们这样 同时感觉到看到听到 其实看到之后我们没听到 听到之后没看到 比如说当一个人很深的 在发白日梦的时候 真的 或者是在一个很深的思考里面 他走到哪里 他看到东西好像没看到 视若无睹 也是因为这个吉他尼亚玛的缘故 心的定律 让我们的心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 所以通过我们专注在夜处 我们就达到了 满足了这个四正情的底层逻辑 就因为专注 我们得以消除恶法培养善法 这是一点 那么这个底层逻辑的认知非常重要 在我们修行或者精华内心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修禅 有人说我的脚痛 那我要怎样呢 我要继续下去 要忍痛还是不忍痛 其实就看你能不能发挥正经境 是正经 正经境 如果你还能够正经境 那基本上那个苦你度过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已经抗拒了 跟他战斗了 已经在造新的苦因 增强那个身体的压迫了压力了 那你已经不是在正经境了 你就应该停止退出来 因为没有一种修行叫做邪经境的修行 邪经境的修行是不可能达到终点的 好 同样的如果有些人说 我的心到底我打坐的时候 我应该要下坐还是不下坐 我心杂乱无章的时候 我应该要下坐还是不下坐 这个如果你明白正经境 或者这个四正情的原理 它的底层逻辑 它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底层逻辑 就是用功的底层逻辑 那你要知道怎样要用功下去 那你就问我是不是在正经境 符合四正情吗 我现在我的心乱 是我能不能用正经境决定让它不乱 好好的投入在业主 如果你发现了你的身体痛啊 还是什么已经根本掩盖了你所有专注的能力 你要让不造苦因也办不到 就是在起战斗了 心在排斥了 这个时候呢 你必须说 这个功课 暂时在这个阶段 它超出你的承担力 你已经没有能力正经境了 没有能力在四正情的规律里操作了 那你应该停止 停一下 所以这种是有智慧的停止 以后再来过 所以你看 明白了正经境 或者四正情的底层逻辑 对我们的修行来讲 多么重要 它给了我们一种明确的判断力 要继续 不继续 身体如果是造苦因 放弃停止 如果心控制不住 要造苦因 那也不是正经境 一定要暂时缓一缓 然后过后 想想办法 再来过